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6日 星期一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声音导航 今天我们想集中说说黄丝的新闻 第一单我们想说说欣子丹被黄丝针对 第二单想说黄凝学者钟建华向梁振英认说 港产武打巨星、畜号、宇宙最强的艺人欣子丹 最近成为黄友的狂击目标 事源欣子丹接受了英国一本雜誌GQ Hype的访问 期间他说到香港2019年的黑暴 他说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我说的 但我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说的 他形容It wasn't a protest, it was a riot 他说2019年的黑暴不是抗议而是暴动 他又提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偏颇 只是关注负面的消息 不提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活的便利 他继续批评BBC和CNN从来都不会报道这些东西 他们从来不会报道真实的一面 欣子丹的报道一出,果然立即拦着黄丝 在黑暴期间涉嫌暴动好彩脱罪 已经闪到台湾的父汤汤伟雄 就在美国一个平台发起联署 就要求奥斯加取消邀请支持打压人权演员欣子丹 担任奥斯加的颁奖嘉宾 他也恐吓奥斯加 就说如果还要邀请欣子丹做嘉宾 也会损害电影业界形象和声誉 说真的,如果欣子丹讲真话都要被人封杀 我随便乱猜半个荷里活明星,不用做人啦 在黄丝眼中,撑国家等于打压人权 讲真话就要被人批斗 但他们参加完暴动就可以耳闻耳母 钉汽油弹就叫做爱香港 襲击和黄丝抱持相反意见的市民 就叫做为香港 欣子丹被针对 再次反映了黄色恐怖的黑暴之后 仍然是继续的 黄丝仍然拼命打压讲真话的人 欣子丹做了港区全国政协 在两会帮电影界出谋献策 肯定是黄丝眼中钉啦 尤其是欣子丹提出 希望中国动作类型电影能有更好的发展 和要令动作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香港故事 你知道啦,走老的黄丝经常想唱衰香港 欣子丹建议 肯定是直击黄丝的要害啦 黄丝自然就会发烂捺 其实,欣子丹被黄丝针对 我们都不觉得很奇怪 一来不是第一次,二来黄丝一直都喜欢玩网络批斗 就算你只是不想发展 或者只是播放多些内地的节目 在黄丝眼中都是大逆不道 TVB为什么经常被黄丝追击? 不用我多说啦 另外,好似艺人黄祖南、楊千华、陈奕迅 一个一个成为黄丝侮辱抹黑的对象 都是典型例子 奥斯卡会不会为了讨好黄丝 再不邀请欣子丹做嘉宾呢? 我们就管不了 总之,如果你觉得欣子丹套新戏值得看 买票入场支持就行了 不用理他,不要理那无谓人说那么多 我们讲完黄色批斗闹剧,转个话题 深黄学者李大前助理教授钟建华 在2018年8月11日发表文章 获得当时还未接的网媒《立场新闻》刊登 这篇文章涉嫌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描绘成黑社会的成员 CY于是委托律师发律私信 质疑文章涉及失实的指控和具有诽谤性 明显而且严重影响他的声誉 要求立场和钟建华在网站拆除文章 赔偿梁振英损失和道歉 CY入品法院案件原定在今年8月开審 但钟建华在3月5日发出澄清启示 还给了10万元的和解金,换取CY不再追究 CY亦在社交媒体发帖 他说他的代表律师确认收到钟建华的和解金 和另外一笔中费赔偿 这场诽谤事件经过4年半终于落幕 以钟建华全面拜酒告终 CY终于讨回一个辞理的公道 我们随便翻查资料,看看当时 黄盈对CY法律师信的反应 到现在仍然觉得很好笑 亦觉得CY这场仗真的一点都不容易打 他当时梁振英不止向钟建华法律师信 亦向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港师张达明 出过律师信的,2018年9月一个叫做《学术自由学者联盟》的组织 和另外两个团体发起联署 反对CY、日品法院告钟建华和张达明 那个联署有好几百人签名 教协还帮钟建华发起筹款 守护公义基金 亦筹了几十万帮钟建华 可以说,黄色学界真是一夫百姓 很多黄色一流的分析员 就出来狂闹CY 又认为诽谤很难告得入 留名看CY怎样输 张达明更高调写文 教CY有关诽谤法律的知识,相当囂張 钟建华亦下巴轻轻口出狂言 2018年9月他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 他站得很硬,说人有所不为 又说自己未来会以 凌抗之妖不造暗春的态度面对官司 摆出一副誓死不从的态度 咦,怎料到今年3月5日 钟建华突然跪下 赔了10万元的华解金给CY 还要赔了律师费 兼出啟事认衰落 黄友吵得越大声,回力标就越大 他们就吃得越硬了 真是好讽刺的 不知当日声大甲额的学者和KOL 还有没有东西要说呢? 可以说当时梁振英 几乎是用一己之力对抗学界的黄色势力 这些反对派的力量尝试营造一种局面 就是不只要用之不利,人格谋杀CY 还要令它万劫不服,永不翻身 如果不是CY够硬正,够财力,够坚决 根本是不会讨得这个独公道的 好了,今天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拜拜!